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号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才疏忽 没有能够认真努力的去学习 虽然念这句名号得不到效果 它的效果就是此地讲的 清净谢托 普等三昧 这样才收了一半 这是讲念佛三昧 下面住身宗持 这是智慧开了 我们前面这个没得到 普等三昧是三个阶段 先得清净 再得谢托 再得普等 这是讲我们念佛的功夫 我们得清净心 第一个阶段有了 再能得谢托 谢托是自在 讲谢托大家不懂 讲自在 你就懂了 身心自在 生活自在 工作自在 厨师待人皆无自在 但是 得大自在 心得清净心 心不清净 你怎么会自在 所以我们今天天天念佛 说 念佛堂二十四小时念佛 我们的效果在哪里 我们最近邀请 长春 北国心龙寺的常会法师 我是希望他能够到此地念佛堂来 念三个阶段 你们看看 这个人呢 清净谢托 普等三昧得到 他得大自在 他心地清净 我们让他在这里念佛 念三个月 给我们做个样子 大家好好的学习 我最近听说 他已经四百多天没睡觉了 每一天二十四小时念佛 四百多天没睡觉了 身体自在快乐 他今年六十五岁 我跟他没有见过面 打电话 听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就像二三十岁的女生一样 他是比丘尼 他没有念过书 中国讲书 他没有文化 就是老实念佛 可见得真有人做到吗 做出来给我们看 不是我们只是在经上讲这些理论 确实有人 确实有人 依照这个道理方法去做 他真的到了 所以这个里面 头一个大障碍 我们要把它拔除掉 就是我常讲的自私贼 这一个问题 这一个问题 要是不能够拔掉的话 你的清净心决定得不到 发菩提心 念念为一切众生 要懂得随语言不攀语言 如果攀语言的话 你心不清净 急着要做这个好事 做那个好事 不行 我绝对不客气 一切将随语言分 遇到了我们认真 要做 遇不到就算了 遇不到不要去找 去找的时候 那你还是贪图功德 你还有贪心在 你还是没有放下 一切要学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的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随顺随缘好 莫有一丝毫勉强 这个样子 清净心永远不识 自在就得到了 那么由此可知 吻会 菩萨这个吻 是必须要居足 戒定会议三续 我们用什么方法 来修戒定会呢 用持名念佛 用持名的念佛的方法 修戒定会 但是 我们最大的困难 是烦恼习气 造成重大的业障 这个呢 一定要用五戒十三 把它消除 决定 决定 下定 坚定决心 学习十三业道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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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十卧业捨棄掉 这是什么 我们菩提道上的障碍就少了 这个是严重的大障碍 这个障碍不去掉的话 我们一步都没有办法进展 所以这一次 我们利用早晨的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跟诸位好好的来学习 十三业道经 我们已经讲过四次 四次还没有讲到今晚 讲到永正皇帝的一篇上语 我们把它代替开场本 这个上语里头告诉我们 学习这部经典的重要性 具足界定会呢 这个人就是菩萨 那文会是什么意思 文是接触 不一定是耳听 言见也叫文 六根接触外面六层进阶 用这个字作代表 文是接触 叫文会 接着呢 死会 死会是什么意思 死会是通达明了 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他没有戒断的 一接触就通达明了 修会是什么呢 修会是不迷 所以 菩萨的三会是没有先后的 是同时修处 文思修同时修处 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 就不迷惑 那从不迷惑来讲称为修会 趁通达明了称为思会 从接触称为文会 文国名字 那么由此刻之 菩萨一听阿弥陀佛名号 他通达明了 他知道这是祝福的心传 知道这是祝福的法葬 是真实的法葬 他通达他明了 抓住这个其他通通放下了 通通血气 修会 明了是私会 一接触是文会 无论是听到佛名 阿弥陀佛名号 或者听到无量寿经的这个经体 他三会具足 熟悉 他能够得清净谢托普登三位 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了 我们没有入这个阶段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没有在基础上下辜 我们对于这个经教 虽然听了这么多遍 念了有几千遍 有些同学念了上万遍 为什么烦恼稀气还不能除掉 追究其根本的原因 下廉居老居士所说的 你没有真感 老居士这两个字讲得好啊 真感 怎么干啥呢 一觉修行 就是善道大师教给我们的 佛在经上教的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做 叫我们不可以做 我们就绝对不做 这就叫做真感 那么佛教给我们 校养父母奉司司长 慈心不杀修施善业 我们一定要认真老老实实去做 那是佛不让我们做的 我们决定不做 特别是我 特别是我 我们讲的理论方法教训很多很多啊 哪些教诲 真对我们现前重大的劳力 这我们自己要知道啊 每一个人烦恼稀奇不一样啊 必须克服自己最严重的烦恼 我们才能得相应 杀神偷刀 邪淫妄语念学 这个十五页决定本作 特别是 念头里头的贪嗔痴啊 不能不断了 这叫三毒烦恼啊 佛教给我们做的十三六度 六度的烦恼 不施的烦恼 精淡 我们要把精淡的烦恼稀奇 舍掉啊 要舍得干净 舍得痛快 舍贱 舍贱 反而是沃业 沃业的代表 食物啊 凡是自私自利的 都是沃业 为什么呢 正常贪嗔痴 正常贪嗔痴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清净性 没有办法的泄脱的重大障碍 你不放下这么行 忍辱的反面 是沉灰 是基督 必须放下 必须放下 你如何能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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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不除掉 怎么能得定 愚痴不复不除掉 你怎么能开智慧 你怎么能开智慧 你怎么能吃尽 都怪我们不认真 不好好的学 所以我们成不了菩萨 成不了佛 念佛功夫不得力 甚至于还有一些 把自己修学都放弃 也不错了 跟大众佛物了 跟大众佛物修的是福德边的事情 冰煮颠倒了 修福德 不能出流道 你的来生在六道里面想一点佛报 六道在哪一道去想佛 那看你的一阴古报 能不能在这人道内想佛呢 那要看你五界十善 具不具足 具足五界十善 来生的人天佛报 如果五界十善不群 那我们就知道 果报必定在畜生道 跟墨轨道里面去想 出生道想佛的 就变成人家家里 养的宠物啊 我们到很多人家养宠物的人家 那真有福报 我们一看 全身修的福 全家人伺候他 全家人与人都还意见不同 都还常常吵架 但是全家人对这宠物 那没有不爱护 没有话说 全身修的福报嘛 修得好嘛 我鬼道里面修福的 台湾常常拜的什么王爷公 祠地拜的大伯公 那都是我鬼道的 有福报的啊 中国大陆山神土地 这是鬼道里面有福报的 帮您 祷祟法师 在《香港讲经》 常常提到 地心法师 有一个参潭的土地 参潭的功夫 算不错啦 当时中国禅宗的道场 很出名的道场 镇江江天寺 他是江天寺的首座和尚 死了以后 做土地宫去了 他死的时候 他女儿做梦 梦得他爸爸当土地公 他母亲做土地奶奶 哭哭啼啼到庙里头 告诉地先法子 地先法子一听恍然大悟 正好他们庙门口的时候 新盖了一个土地庙 大概就是的嘛 所以到那个地方去给他送金超度 而且跟他讲 你既然做了土地公了 你视线一点 让我们看看吧 老皇上一说 果然没错 就在他们做送金场合当中 有个小的旋风 像龙卷风一样 老皇上看到点头 大概就是他 修福不修慧 佛华 佛华对于 世处世间 离世因果 讲得非常透彻 福定恩德 无与能别 福无恩德 谁大了 不能跟福相比 福定恩德 我们有没有接受 没有 没有 没有战受到福定恩德 原因在哪里 听听听 听耳不闻 视耳不见 我们自己迷惑颠倒 自己烦恼业障 习气太重 不肯听佛的话 不相信佛的话 每一天生活 齐心动念 依旧是自己烦恼 习去做主 这怎么得了 几个人真正相信佛 几个人真正接受佛的教诲 依教奉行 我们念佛人当中 有几个人真正懂得 阿弥陀佛 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有几个懂得 太少太少了 所以这些菩萨们 他们懂得 他们一接触 就通达 就明了 就真干 因为真干 这个真干就是一心念佛 所以他就得清净心 你要问他 为什么得清净心 万元 万元放下 不但世间夜切夜缘放下了 佛法也放下了 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啊 过去莲池大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你看莲池大师年轻的时候 通宗通教 他老人家的道德学问行持 都被别人尊敬啊 在杭州 城外 小山坡 看到一块 大概风景还不错 自己就在那里 盖了个小毛棚 在那里休息 时间久了啊 被人发现 哎呦 这个小山上住了一个出家人 道德学问 德行呢 多好 这船开之后啊 亲近他的人就多了 这慢慢的 这毛棚旁边又增加了不少建筑 到最后成了一个大的丛领 云七四 道场不是他有计划建的 是真正由德行由修持 大家愿意亲近他了 所以他那个大殿 叫神运殿 说明不是人工造 祝佛菩萨鬼神来帮他造 临致大师 在晚年 这是视线的告诉我们 他什么都放下了 一据阿弥陀佛 一据阿弥陀佛 这就是 诸菩萨正文国名义 你借西代的清净谢托普顿三名 连持大师得到了 连佛法通通都放下 现在在中国大陆 还有一个老法师他得到了 这个老法师叫什么名字 你们晓不晓得 李牧原就是常常讲的 听说他是龙根法师的师父 现在还在 通总通教 人家称之叫胡子爹呢 你们晓不晓得他哪一位 问问李居士 听说现在他也是听到无量寿经 彻底放下 现在每一天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一身所修学的东西全放下了 这都是这一院里头的人 他能够彻底放下万年 一步经一句名号 那就是 弥陀第44院加持大法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去体会 黄念族居士 在这个诸节里面说 末后这个四孕 都是唯一 西方极乐世界以外 踏方菩萨 问阿弥陀佛名 所得的殊胜发语 可见的 菩萨发愿广度众生 能够信仰阿弥陀佛 归依阿弥陀佛 归时回头 依是依靠 依靠阿弥陀佛的教会 广度众生 广度众生 立刻就得阿弥陀佛 本院为神的加持 那么清静 永远离开染灼 这叫清静 这一句话 我们用现代话来说 它再不会受外面 环境的干扰了 不会受一切境远 动摇 这个境 人是环境 这个境是物质环境 语言是人是环境 六根界出外面六层境界 一切人一切四一切无 它不受干扰 这个心清静了 不是说它不见不闻 不是 六根天天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我们接触六层境界 会齐心动念分别之处 它的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叫清静 所以它可以跟一切境远接触 它只知道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什么呢 帮助别人断卧修善 帮助别人破迷开悟 帮助别人转凡成圣 它自己绝不沾染 这是清静心 这是清静心 现前 决定不回旗 妄想分别 支柱 那它怎么不自在 当然自在 卸脱就是自在 自在就是没有障碍了 清静大师江华言经给我们说的 理无碍 事无碍 离事无碍 事事无碍 才教下 华言经上讲的 四种无碍 它通通具足 若事无碍 的境界 那就不是普通菩萨了 普通 就是观形 相思会的菩萨 一得本愿加持 就提升到分镇为了 分镇是发生大死 普等 普是普遍 等是平等 我们看这个名称就晓得 它已经是 转 莫纳时为平等性质 转第六一诗 为妙观察质 学过发相的同学都知道 六七 阴上转 五八 古上转 这两个转过来之后 前五十 自自然然 转变成成所作之 阿赖也自然就转变成大元进之 转八十 成四之 你们想想这是什么菩萨 发生大事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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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效果 能够除一切烦恼 清净 能够生死 死轮回 谢托马 平等普度一切众生 下面 经文讲的了 诸神 纵持 这是将她得 念佛三昧 这是念佛三昧的上乘者 我们把念佛三昧要分作上中下三等 她得的是上等 上品的念佛三昧 不生 纵持 纵持 也叫做陀罗尼 凡语叫陀罗尼 翻成中国意思叫纵持 总一切法 持一切义 我们现在人叫什么 纲领 抓到纲领 无量无宾 祝佛伐藏的总纲领 就是无量寿金 就是六字鸿鸣 这她抓到了 总是里面还有一个意思 我们初学的人应当要晓得的 持善不识 你能够保持善法 我们不说别的 持善 你确实能够保持 念念都与实善相应 你不会失去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处 无论在什么环境 瞬间逆进善言 窝言 你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决定跟实善相应 决定能够远离十悟 能叫十悟不生 这也是得宗吃法 那么此地讲 得深宗吃 这不是钱的 甚深宗吃 我们以实善作为标准 这是初级的 下下品的 所以不是讲得很高 下下品 我们必须做到 下下品都做不到 那其他就不必谈了 那么本经讲的 这个深宗吃 深宗吃是什么样子 这一部无量寿经上 所说的就是深宗吃 菩萨全做到了 本经里面所说的柱窝 这些柱窝在他们 决定不生 本经上所说的众生 他们决定不失去 诸三摩地 置于臣佛 摄方菩萨 英文名 主要记住 一解除名号 解除金典 三会圆满 因此 他得念佛三味 得深宗吃 这一得之后 他就不会舍掉 安住在念佛三味之中 得成真 震觉 所以说 至于臣佛 他臣佛 是这个臣佛的 古无大德跟我们讲 乐文里面 所讲的三种殊胜的古德 也称为清净三味 解脱三味 佛等三味 他的总名称 叫念佛三味 念佛三味 又叫 报王三味 具足 一切三味功德 这一桩四心 知道的人 确实不得我 三味 是凡语 翻臣中国第一死 叫镇定 也叫镇兽 前面曾经跟诸位 报告过 因为我们有新的同学 不少位在此 简单说说 镇兽 受就是我们讲享受 镇是正常的享受 正常的受用 凡语叫三味 凡语也叫三摩地 三摩地 也凡读 镇定镇受 我们凡语 的享受 不正常 佛在经上说 六道凡语 所享受的 可以分为五大类 叫五种兽 身呢 有苦乐 有苦乐 两种兽 心 有忧习 两种兽 当身 没有感受 有苦乐的时候 心也没有 有忧习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叫做 血兽 血兽 是最好的 血兽 实在讲 就是三味 为什么不称三味呢 因为它时间太短了 它不能够永远保持 如果永远保持 那就成了三味 所以 我们凡夫 这五种兽 都有啊 菩萨那个 镇兽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 时间很短 我们也不要欢喜 什么原因呢 我们跟菩萨 差别太大了 菩萨在正受里头 身没有苦乐 增落 心没有忧习 西方极乐世界 人就安住在这个境界里面 三摩地和三味是一个意思 住三摩地 千万不要误会 哎呀 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有的享受了 哦 真快乐了 那你就错了 那你还堕落在五种兽里面 西方极乐世界 环境再好 决定没有苦乐 忧习的感受 注意啊 大家晓得苦乐又喜是情啊 不是个好东西啊 中国人讲的其情无欲 这个其情是讲的苦乐又喜爱无欲 这叫其情啊 无欲是财色明是税 其情无欲 因为我们有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把其情无欲断掉 所以才搞生死轮回 那么我们知道 其情无欲 越淡 望上升 越重呢 往下堵落 往上升的 是28层天 越往上面去 越淡薄 到四禅天 四空天 这些念头都不起来了 所以 四禅天 四空天呢 也是得三明 正受的 四禅八定 三密三摸地 也翻作禅地 功夫算不错 但是 他还是凡夫 还不能算圣人 云阴在那里 他得的这个定会失掉 所以 四禅八定 要用大乘佛法来说 缓是属于血受 不过是 他那个血受的时间 长一些而已 并不是究竟 如果是究竟 那就叫 三摸地 就叫三明 那么我们要问 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真正得三摸地 佛说我们讲 阿罗汉 我们讲 论言经上 佛讲了 九次地定 到第九定 他就不退 才叫 住 三摸地 第八定 还不行 第八定是 四空天 飞翔 飞 飞翔 触天 佛在经上说 他的寿命 八万大戒 八万大戒太长了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 瘦婆世界 一个大戒 是一个沉住坏空 这个世界要经过 八次沉住坏空 他还在定中 但是到第九次的 沉住坏空 他就堕落了 他往哪里跺着 他跺地狱了 所谓是 爬得高 摔得重啊 他为什么会得地狱 这佛在经上 讲得很详细 很透彻 是因为 毁谤三宝的过失 所以我们要小心 日常生活当中 不可以不谨慎 决定不能够谤三宝 四空天人 因为傍三宝 而堕落 阿比利 他为什么会傍佛呢 他自己到那么高的境界 误以为那是究竟 涅槃 佛 圣人长江 入涅槃的人 决定 不会再退转 不会再堕落 堕落了 为什么他自己 正到大涅槃 忽然又失掉了 这个诸佛菩萨 讲的话 靠不住了 是骗人的 这个念头一生 毁谤三宝 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到那个时候 毕竟他有这个疑惑 毕竟有这些妄念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知道 四空天人 产生这种误会 他是产病 他并说福烦恼 并没有把烦恼断掉 福 是有实际性的 到第九定 才把烦恼消灭掉 所以第九定叫灭尽定 灭尽死烦恼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执着 真的执着没有了 这个执着的念头 从根拔掉了 这叫灭尽定 这样的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想一想 这太难太难了 大概我们往生 恐怕唯一的希望 只有在凡顺同学图了 可是诸位不必这样子灰心 善导大师讲的 总在欲缘不同 如果你欲的缘殊胜 那就是你自己又居足善根 能信 能解 能行 你只要居足这三个条件 在一生当中 把自己从 墨地凡夫 提升到 十暴状烟土地 都有人在 为什么 别人能 我们不能 我们之所以不能 实在讲 就是一个原因 不肯干 不肯把自己的烦恼 吸气放下 不肯随顺佛陀的教诲 那这一生法子 只要肯干 所谓欲缘殊胜 就是你真正明了 要放下自己烦恼吸气 一定要随胜佛陀的教诲 这个语言就殊胜了 你能信 能解 肯正干 你这一生 你这一生 决定上上平 王生 而且王生 决定有把握 王生有把握 我们看到太多了 欲知实质 不但欲知实质 就在我们 居士林 这一几年来 有不少王生的人 而愿意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我听李牧原居士告诉我 他要到中国去访问 带着团过去 有人要往生找他 请他 给他办后事 那李居士讲了 那我这个这两天 正好要到中国去了 那你要王生 要不然就赶快 要不然等我回来 果然的时候 他提前 他真的赶快 他马上就提前 等他 他把他后事办完的时候 正好 第二天 他就到中国去了 好几位 不是一个 有能力提前 他们不愿意退迟 他们愿意提前 你们想想 这都在我们眼前 他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他们正干 我们不肯干 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你预言 预言就是这个人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人 不肯真干 那就没法做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个预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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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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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